大家好 今天是美东时间2024年10月22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BOSS时政经济 我是BOSS 今天咱们关注的是中国央行最新搞出来的两个股市稳定器 互换便利和股票回购增值再贷款 看来是在股市一片哀嚎 经济下行压力山大的情况下 央行又开始丢救命稻草了 他们说这是为了维护资本市场稳定 但这真正的背后是什么呢 今天咱们的小翠要好好讽刺一下 抛开表象去剖析那深层次的经济问题 首先 央行最近推出的这一系列新工具 乍看之下好像是对市场的救助礼包 比如这个所谓的证券 基金 保险公司 互换便利工具Space 就是允许相关机构把不太好换手的资产 比如低流动性的股票和债券 打去换成高级别的流动性资产 比如国债或央票 甚至以此来换取现金 然后再投入股市 表面上这看起来像是 在帮助非银金融机构解决流动性困难 给股市注入新鲜血液 实际上咱们要问一句 这钱用来就还能管多久 据媒体披露 这一次互换便利的首批申请金额 就有2000亿元 小岁在这少数能打开表情包的地方 放个大母哥 这听起来真金白银丢进去了 但是 仅此而已 大家先别高兴太早 2000亿是个什么概念 这在一场典型的股市大跌中 可能一天就会蒸发掉 这股市低迷的根本原因还是什么 是股市对中国经济的预期暗淡 这是投资者信心的崩溃 是实体经济虚弱的深层次反应 而这些宏观问题 靠这点真不怎么多的恐龙让离世的 短期资金流入 是完全无法解决的 别忘了 我们可是已经见识过几次政府所谓的 就是神操作 啊 股市一不好 那就股市熔断机制咯 不够就限制卖出咯 现在又拿这种所谓的互换便利 来想给企业机构更多炒股的资本 但这根本没有动到 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根基 你注入再多的流动资本 它只会在市场里滚动 并无法真正带动实体经济恢复动力 再来看看这 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 这个工具呢 允许那些上市公司和它的主要股东们 可以申请专门贷款 来进行股票回购或增持 表面看起来 好像是给这些亏惨了的公司 一条自救之路 但是省点心吧 这实际是在给一堆经营乏力的企业 续命 中国经济现在大部分问题在哪 不就是这些大型企业沉迷于维稳市值 将资金大部分投入表面工作 不把精力放在技术革新 提高自我竞争力或国际化发展吗 事实上 当一个国家的企业依赖不健康现金流 靠政府支持股价维稳 甚至背靠国家护航工具 时 他们进入一种资产泡沫化的恶性循环 这类企业比起解决自身的人才流失 创新不足问题 更关心的是短期股价上的波动 以及大股东的利益分配 你想想 中国的很多大企业囤地卖房 已经是生存之道了 靠的是金融支援 不是创新竞争去赢得市场 再看看这次推出的回购贷款工具 费率还定在2.25%的低位 这究竟是在鼓励企业自救 还是在给他们提供一个 继续限于泡沫的机会 很明显 这不是一条救命的光明大道 而是懒正的典型表现 再谈到这个所谓的 SFACE和回购增值赛贷款时 我们不得不问 为什么这么多资金 急着要注入股市 股市从2023年开始的连续下跌 背后的原因真的只有一个 心理恐慌 这模简单吗 小翠来给大家讲明白 股市背后反映的是 一国经济运行的健康程度 如今中国的整体经济结构 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 一方面是房地产崩弹 地方政府债务攀升不休 仅2023年一年 光是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 就高达七八十万亿 这相当于GDP的一 四还多 这模沉重的债务压力 势力会对企业信贷和经济活动造成重大阻碍 不少地区的基建项目还没几步 资金链已经快断了 而另一方面是内需疲软 虽然政策文件天天喊着扩大消费 可问题来了 消费者的钱在哪 根本原因还是收入停滞不前 老百姓一是不敢花 二是根本没食膜可花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 企业也好 个人也罢 都把资金埋在枕头底下 浑然不觉得 股市是个可以长期投资的好去处 啊 咱们现在所谓的股市稳定政策 就是这样脱离实际情况 而妄图空中楼格式的就是 还没谈到更大的经济改良 就靠往股市注资来稳定经济 这无异于给重病患者 多吃点药丸来止痛 却无法根治内部的伤病 也许短期内能起到一点效果 但从长期来看 这只是一种临时的手段 来以解决中国经济持续萎缩的问题 接下来值得一提的 更大的问题一直在于 政府对经济和资本市场的过度干预 央行此次释放的工具 反映出政府不断试图用行政力量来 帮助经济升温 但就是这种干预 让市场失去了健康发展的基础 一个成熟的市场 多由供求关系自发平衡 而不是政府时不时的动用行政工具 来托使服事 记得之前大家很熟悉的那所谓 国家对就是 对股市的过度干预 直接让市场里充斥着短期投机者 而真正的长期投资者会发现 这市场已经偏离了价值投资的初心 同时 这些金融机构的互换便利 和回购贷款政策 能拉动的 也只是短期内的市场气氛 而非根本性增长 一个健康的市场 所需的是稳健的制度环境 严格的监管 和市场自身的力量 问题来了 这些政策 有哪一点针对到了中国当前金融市场的深层问题呢 看看吧 机构们一听见 央行给了新工具 忙不迭的就申请2000亿的额度 难道这些机构是真的看好中国经济 还是急于从短期的政策帮扶中捞一笔 就这就跑 不用说 金融机构应该早已将这当作是一种套利模式 市场还莫真正回暖 先利用这笔贷款去炒作一波 走位上策 我们首先要问 这些2000亿的互换便利资金 外加3000亿的回购增持在贷款 这些钱真的能改变中国资本市场现状吗 这点钱相对于整个市场来说 其实并不多 中国股市的规模 在2022年底时 市值已经超过了80万亿 而2023年整体下挫 波动之剧烈 举世瞩目 面对这模庞大且波动的市场 区区5000亿的资金能维持多久呢 要知道 这种资金注入的做法 可能短期内会提振股市表现 但这治疗的是症状 而不是病因 这无异于往大水池子里扔一块冰 水面上会有一点波动 看起来暂时有冷却的效果 但是冰化掉后 水温该什么样 还是什么样 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 依赖于市场参与者的信心 和经济基本面的支持 而非公共资金短期撒 几把保护散户或金融机构的钱 短期四季成长 完全无法促进长期的经济健康 近年来 政策的频频变动 已经让市场变得格外敏感 从2020年到2023年 房地产政策反复拉扯 托市 提振消费 稳定经济 都看似有用 却全是奏小一时 最终的结果我们都看到了 房地产市场套模爆裂 并成为了经济整体增长的最大阻碍 地方政府财政吃紧 公司债务雪上加霜 投资者到底对中国经济有什么信心呢 金融是经济的反应 而经济的脉搏由实体经济主导 随着近年以来 房地产行业连续爆雷 债务危机不断暴露 我们其实已经再次进入了 去杠杆风暴的漩涡 这时央行推出的这些工具 资金的净投入规模 同样会加剧内部的消化困难 这钱可能看似挽救了股市一时 但无法从根本上 让企业恢复盈利能力 回头看 中国的金融市场 其实一直以来问题重重 这次央行推出的工具 说明了什么 不就是说明 市场里面的流动性 实际上出现了极大的问题 借债度日的金融机构 手里的资产问题太多 不敢面对市场洗牌 于是依赖央行去 用能力不高的资产交换 高流动性的央票和国债 来维持价子 说句难听的 这无疑是资产的恶性错配 你手上已经磨好牌了 互换出来的这些钱 用来维稳股市 压力还继续聚在实体经济链条上 该破产的企业没法破 该转型的行业没法转型 资金又被拖在国有大机构 和体制里运转 三五十年不变的结构 要靠这些把戏撑起来 在这样的恶性金融资源错配下 金融机构并不会将这些资金 投入到哪些真正值得投资的企业 和创新科技 更有可能的 还是通过金融市场的运作 来为自己填补空洞 这就回到了一个根本问题 资金在怎么融资 没有进入生产环节 没有真正自己经济活力 那全都是池里空转 没有任何长期价值增长的基础 最令人担忧的是 这些资金能导致资产价格进一步攀升 而这些价格 没有实际经济活动 和供需基本面的支撑 终将是泡沫化的后果 到最后 当这波人工输血用光时 市场再次下滑 损失的只会更多 让我们更具体看看 这些措施中如何 平滑市场 稳定预期 央行紫色拉开的大旗 吸纳了大部分的 非银机构参与进来 这些机构甚至会拿到 用来压力分拆的政策红利 考虑到大股东 在再次回笼资金后 可能会选择集中套现这个动作 如此一来 小散户们会以为 市场已经齐稳纾困 可能进场跟风买入 谁知背后 却是财团大股东 乘机撤离的套路 最终依然是韭菜被割 你看 政府本意义是想救市 结果可能会加重市场的波动和风险 随生更多的短期投资者 而真正需要的长期 稳健的资本市场生态 完全没有建立起来 这正是羊群效应 和政策风险叠加的典型案例 每一轮试图通过政策手段 拉式的手法 都会不由自主地 放大市场的短期恐慌 整体市场的混乱 股市下跌会引发投资者的恐慌性抛售 投资者大量赎回基金 进一步压低市场价格 而这个时候 所谓的互换工具和再贷款 给这些机构带来了杠杆操作 套利交易的机会 越是就是 越让这些金融机构有了 在股市下跌时 一边套利一边逃跑的机会 最终的结果 只会留下一个残缺不全的市场 一地鸡毛 而且这种救急不救治的操作背后 隐藏着更大的政策风险 央行如果一次次的提供这种 救命前只会助长道德风险 让企业和机构更加依赖政府干预 而不是提升自身的健康度 以前说到中国经济 不少人还寄希望于内需驱动 然而最近的数据告诉我们 情况并没有好转 2023年第三季度的数据显示 中国消费总额的增速继续放缓 尽管央行试图通过减税 消费券等手段来刺激消费 但这些措施的效果常常不如预期 因为家庭储蓄率仍然在提高 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增速 远远低于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 书记显示 2024年初中国居民储蓄率达到40%左右 这是啥概念 这可比大多数发达经济体要高得多 甚至比日本经济失落时代的最高35%还高 这也意味着 中国消费者正在迅速失去信心 预期未来经济环境会继续恶化 于是选择不再消费 尽可能存下更多的钱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同时工业生产增速放缓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徘徊在50%左右 显示出经济增长动能不足 企业不敢扩张 刚刚我们提到了家庭储蓄率创历史新高 其实储蓄率的居高不下 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居民 对当前和未来经济的极度焦虑和不信任 在正常经济情况之下 合理的储蓄和消费比例 能够维持经济增长的稳定 但当社会上出现广泛的不安全感时 人们会普遍收缩消费 导致消费的持续疲软 而中国目前的困境正是陷入了这种储蓄陷阱 为什么人们会选择储蓄而不是消费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 未来的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来源于多个方面 一不稳定的房价 房地产业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之一 但是经历多年的狂飙突进之后 现在的房市已经进入了停止阶段 房价长期上涨 带来了居民的高杠杆买房 但近年来房价下跌 导致购房者 尤其是年轻一代 背负沉重的房贷压力 很多人甚至可能面临负资产的状况 再加上政府不断调整的房地产政策 购房者只能仅仅捂住口袋 谁还敢放心大胆的买房消费 二老龄化带来的社会保障压力 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快速变化 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 悬在经济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间 人口老龄化意味着 未来社会保障和医疗负担的加重 这将迫使家庭储备更多的资金 来应对紧急情况 进一步加剧了储蓄高企的问题 三就业市场的不景气 中国的就业市场近年来也遭到了严重的冲击 尤其是青年失业率已达到历史高位 2023年7月 官方公布的青年失业率已经逼近21%以上 而非官方统计甚至更高 就业机会越来越少 工资增长停滞 导致年轻一代无法通过工作收入来改善生活 他们的消费能力也极大受限 而这一波互换便利和增持贷款就股市的政策 能够改善这些基本问题吗 很显然不会 反之这些政策更可能让资金继续流向金融市场 而非刺激实质性就业和收入提升 四经济增速放缓信心严重不足 中国经济增速多年来逐步下行 虽然官方公布的GDP数据看起来 依然维持在56%的增速区间 但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 实际的经济增速远没有这么高 工业制造业出口下降 加上房地产行业的萧条 导致中国经济显现出失去动力的迹象 根据2023年末和2024年初的数据 工业生产增速几乎停滞 而经济中以前的火车头 出口贸易 基础设施投资等传统驱动力量 也显得后进不足 这种情况下 家庭和企业更倾向于谨慎形势 减少风险暴露 进一步打击了原本脆弱的消费意愿 这种情况下 面向资本市场的政府就是政策 比如通过互换便利工具 向股市注入增量资金 或者通过回购增持贷款 支持股市回购和大股东增持 根本无法解决消费需求的疲软 和居民对未来经济的担忧 相反 这些政策短期内 可能会为特定的金融机构 和持股大户带来好处 却无法真正传导到实体经济 尤其是控制经济的核心消费领域 这无疑是在头腾一头 脚腾一脚 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 让我们把目光从股市 转移到另一个 导致经济隐藏风险的领域 地方债务问题 地方政府债务 是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 最大的隐患之一 据统计 到2023年 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 高达50万亿人民币以上 这其中不只是显性的地方政府债务 还存在着大量隐性债务 包括地方融资平台公司 LGFVS 积累的各种债务 这些债务在短期内 逼近了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 而债务违约的阴影 也时常笼罩在 各个地方政府的头上 别忘了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核心是 源于地方政府 需通过大规模的基建投资 和土地财政 来维持经济增速 而土地市场的疲软 不仅导致了土地出让金的锐减 还让这些债务的偿还能力 大打折扣 沈阳 天津 包头等多个地方 已经出现债务违约的边缘迹象 未来如果情况进一步恶化 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从政策层面来看 央行通过这种互换便利 等货币政策工具 向资本市场注入流动性 实际上是希望通过资本市场 稳定带动经济其他领域的发展 但却忽视了地方债务这一火山 即将爆发的现实隐患 一旦地方债务违约的危机蔓延开来 将对整个金融系统造成巨大冲击 原本投向资本市场的这部分资金 可能随时被抽走 用于拯救或填补地方债务黑洞 这将进一步导致资本市场的脆弱性 而且支持国有企业上市公司 进行回购增持的贷款政策 也可能产生类似问题 很多大型国企手里 原本就背负着大量地方政府 贴过来的隐性债务 这种情况下 一旦他们得到这类贷款进行支持 这些钱是否真的用来有效投资 还是去填补 已经无力负担的债务窟窿 都难以预料 我们已经知道 央行的政策并非真正面向实体经济 它旨在向金融市场抽血 试图通过股市的提振 制造出一片繁荣的假象 然而 这种单纯依靠股市 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 最严重的后果 便是长期的资产泡沫化 近年来 中国金融市场 已经显现出一种明显的结构性失衡 一方面 房地产市场泡沫化加剧 房价高企 加剧了居民的负债 另一方面 金融市场的高杠杆交易 也让市场风险不断积累 这次通过注入增量资金 来提振股市 不但没有解决这些根本问题 反而让金融机构 利用政策套利的风险加大 为什么这么说 在这种政策驱动下 市场的参与者 会有来自政策的安全感 认为政府会确保股市不会崩溃 甚至会进行适当注资 来维持某些核心大公司的市值 于是 这种让人对股市的过度乐观 有足够的理由 激发短期投机行为 并加剧了股市的泡沫化 典型的例子就是 近年来在A股市场上 与屡出现的概念股泡沫 如新能源 芯片科技股等 但泡沫终究会破裂 如同过去十年中 多次房地产市场的急剧波动一样 股票市场失去真实经济支撑后 暴涨暴跌成为必然 而这种政策推动的涨势 只会加剧市场系统性风险 看似通过金融工具 稳住了股市 实际上是在不断积累泡沫风险 最后 我们要问一个更大的问题 为何政府一再采取这些 短期四级政策 背后反映了什么问题 事实上 这反映出 中国目前经济的管理层面 已经失去了 对全局发展的掌控力 我们看到 近年来的经济政策 常常是被动应对 不断叠加的经济危机 而不是主动规划 例如 地方债务危机发生的时候 政府是基于 紧急救助工具来响应 而非事先有规划的紧缩措施 房地产泡沫爆发时 政策是频频调整 放开调控限制 而不是进行结构性调整 如今资本市场问题右线 短期通过增资股市来缓解 但没有人关心 整个宏观经济 失去了健康的血液供应 实际上 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双支柱 都成了无效工具 无论是央行的宽松政策 还是地方政府的刺激措施 都没能让经济恢复健康的增长轨迹 从历史角度看 依赖短期刺激的政策 只会让系统性风险进一步恶化 而资本市场因此承受的巨大压力 通过引入巨额流动性 设立各种金融工具 来促进资本市场上涨 这一操作本质上 是在用虚假繁荣 维护资本市场的表象 短期来看 这可能会让市场 在一段时间内 显得风平浪静 但实际上 这些政策 不过是维持了一些 资金体量大 但内部运营效率 低下的僵尸公司的生命线 这种政策 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就是依赖持续注入资金 而不是依靠企业 自身盈利能力 许多国有企业 甚至一些在资本市场上 表现活跃的民营企业 早已经成为了 依靠政府补贴 银行贷款输血 才能存活的僵尸 但政府呢 为了维持他们的市值 和社会稳定 不得不继续扶持 让这些企业 在资本市场上苟活 而通过股市回购贷款 和互换便利的方式 央行又一次 为这些僵尸企业 提供了借贷和套利的机会 这些企业依赖低息贷款 不断借新还救 利用央行的政策工具 搅动市场 把资金投入到 不具生产力的资产之中 无法推动真正的经济增长 最终结果是什么 资金的效率不断下降 而这些企业 还拿了贷款 大股东 在市场上买了自己的股票 表面上股价显得坚挺 但企业实体则是空壳化 反观 真正有成长性 有创新能力的小型企业呢 他们由于无法获取 央行的这些优质资金 无法同那些 享受政策红利的大企业抗衡 大企业通过金融市场融资扩展 而小企业则在资金链断裂 市场份额丢失的过程中 逐渐衰弱 甚至破产消失 这就是一种不健康的 资本市场传导机制 本应支持创新 增强市场活力的金融市场 反而把大量资源 集中给了那些生产率低下 技术落后的巨头 而有效供给不足的领域 则得不到支持 这不仅恶化了金融资源分配 还加剧了经济的结构性失衡 一个国家如果过度依靠资本市场 来解决宏观经济问题 而忽视实体经济 那往往会陷入金融泡沫 连环爆发的恶性循环之中 这种政策只会暂时遮盖问题 却永远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除此之外 值得关注的还包括 这些政策释放的流动性 使用效率问题 政策一出台 大量资金就迅速进入资本市场 短期内股市有所回暖 金融部门的活动变得活跃 表面上看来资本市场有了活力 可问题是 这些政策性的资金 并没有能够有效进入实体经济 并且更没有带来持续的消费增长 和企业发展的动力 中国近年来的货币宽松政策 导致了流动性过剩 却并没有解决实体经济资金短缺的问题 这其中一个根本原因是 资金并未投向提高生产力或创新的领域 而是流入资产泡沫 如房地产 金融投机性投资等 这种资金流向问题 早已在市场中显现 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银行贷款充沛 而投资者由于对实体经济预期低迷 纷纷涌向风险较低的金融资产和房地产 进一步推高这些领域的价格 比如 房地产泡沫破裂前几年 市场中大量资金 并未投向制造业创新或服务业改进 而是涌入了住房 商业地产和基建项目 这些项目吸收了大量流动性 却没有提升居民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 最终的结果是资产价格快速膨胀 但实体经济被凉在一边 投资者最终结局是不得不面对空前的房地产下行 而如今的资本市场注资 与过去大规模的房地产投机有何不同 其核心问题是资金效率依然低下 实体经济仍旧得不到强有力的支持 政策连续短期刺激资本市场繁荣的假象 给投资者和市场参与者造成的最大问题之一 就是期望管理的崩塌 在整个中国经济增长周期的前半段 市场和投资者对政府的干预信心普遍较高 认为政府在关键时刻可以凭借资源调配 行政力和政策控制来解决经济问题 维护经济稳定 但是近年来一系列政策调控失败 短期刺激带来的失效 以及市场不信任感的不断深化 都逐渐加大了这一信心危机 众所周知 股市的上涨并非仅仅依赖于数据和资金的支持 信心才是推动市场走向繁荣的重要力量 而中国如今最大的危机 就是投资者心里的全面恶化 很多重要的市场驱动力在这个过程中消失了 包括对政策的信任 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信心 以及对企业盈利能力的预期 智利层的频繁政策变化 导致投资者情绪极不稳定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 2023至2024年 中国股市上涨预期的屡次落空 尽管央行采取了连续的货币宽松政策 但市场反映冷淡 2023年颁布的房地产税改革 地方债危机应对 以及支持制造业的相关政策 皆非精准落地 进一步削弱了各类投资者的信心 这些信号很清楚地表明 政府正在失去对经济的有效调控 而长期性政策的缺失 正一点一点地消磨掉市场信心 回到央行 此次推出的证券基金保险公司 互换便利工具 SFACE和股票回购增持 在贷款这两个工具上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个工具表面上是 立足于稳定资本市场 但实际上是在帮助金融机构 与大股东继续做套利操作 进一步加深了市场的短期化和投机性 那么回过头 我们可以探讨这个困境 为什么央行会选择出台这些政策 为什么中国政府 难以摆脱短期政策刺激的套路 这是因为央行与政府 都面临着巨大的两难困境 一方面 中国经济的增速 已然丧失了十年高速发展的动比源泉 进入新常态之后 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 出口和内需均出现疲软 传统产业已经陷入过剩 房地产业则是泡沫化严重的旧动能 但与此同时 追求短期绩效 依然是政府的现实考量 尤其在全球经济环境复杂多变 外部需求萎缩的当下 实现5%左右的增长目标 迫使政府采取短期政策 来托取资本市场 实际上 当前中国已经陷入了一种增长焦虑 央行和政府 希望通过资本市场来释放能量 刺激经济活力 于是 这种为了稳经济 而短期注资的政策不断出台 表明政府的确还在努力想守住增长底线 然而 这种低效的政策手段 只是治标不治本 忽视了中国经济深度调整的必要性 央行推出的这类工具 非但没能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 还让金融市场更趋向短期化 投机性 进一步消解了市场的基金价值 最终导致市场的失衡 正如困境之所以被称为困境 是因为它本质上是个双方无解的博弈 央行必须推进政策来防止市场崩弹 但这些政策又像鸦片一样 短期内缓解疼痛 最终却可能带来更深的系统性风险 从广义的角度来看 央行的这次就是行动 再加上过去几年 一系列短期救市的措施 都无可避免地指向一个更大的问题 那就是中国缺乏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 错失了痛苦但必要的转型窗口 实际上 2015年之后 特别是房地产市场遇冷 资本市场波动的大背景下 中国角色层早已认识到 靠房地产拉动增长的局限性 升级的口号 也就是创新主导的发展模式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除了口号 我们并未看到真正有效 深入的改革措施 中国经济的长期困境 归根结底在于内部的结构性失衡 而央行的各类短期政策 正是试图在表层维稳 而非触及问题的核心 一方面 房地产过度依赖的问题 在过去20年中非常明显 房地产相关行业 贡献了超过三分之一的GDP增量 但随着人口红利消退 以及城市化进程放缓 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不断膨胀 房住不潮的口号 未能真正贯彻 政策左右摇摆 导致一方面房价居高不下 另一方面住房空置率 高达20%以上 这既是巨大资产泡沫的体现 也是消费萎缩的征结之一 人们的钱被锁在了砖头里 消费能力严重受限 造成了内需持续低迷 与此同时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更是表露无疑 这些年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严重依赖于地方融资平台 和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 而这些基础设施项目 很大一部分 并未能产生实际的经济效益 换言之 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 并未转化为 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力 比如 中国有一部分地区的高铁 机场等项目 长期亏损 而在线的基础设施项目规模 依然庞大 这些投资不得不通过新债 来偿还旧债 形成了典型的借新还旧资金链 地方政府的取债投资 曾是撬动区域经济增长的 一把重要钥匙 然而 随着经济增速放缓 土地出让金收入瑞减 地方政府陷入了债务泥潭 据统计 部分两重一新 重大项目 重大布局 新型基础设施 项目的回报率低于预期 导致地方债务风险加剧 债务的不断积累 只是把问题推向未来 而这种债务迟早会爆发 并可能带来一场系统性金融危机 地方债务与房地产市场的问题 交织在一起 实际上是中国经济最深层次的 引游之一 再加上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 和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失衡 导致一部分资金 积压在金融系统中 无法有效流向实体经济 资源无法得到优化配置 说的直白点 就是大企业 国企借助政府政策坐享其成 而真正具备生产力的小微企业 得不到支持 中小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的难题 并未能得到根本解决 另一个需要严肃讨论的问题是 为什么这些年 中国的产业升级 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 推进得如此之慢 当我们谈到 破除中国经济困局 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 毫无疑问 应该是最有希望的出路 然而实际情况表明 尽管中央政府在口头上 高举创新 高科技产业的大旗 真正的落地效果 却远不如人意 首先是制度障碍的存在 例如 虽然中国有大量科研开发投入 和政策支持 但由于资源分配和机制问题 很多科研资金 未能有效流动至 实际的创新企业 而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 中国的科研体系中 往往存在低效的 大量重复性研发 资金浪费巨大 以芯片为例 各地曾一哄而上 投入巨资发展芯片产业 但随后亏损项目频发 反而让资金走向了无底洞 这种现象 并未能通过科学决策 和合理规划得到遏制 反而加剧了科技和创新领域的资源浪费 其次 国有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 政策不对等问题依然严重 政策向大型国企 以及金融市场上的头部玩家倾斜 导致中小企业 无法得到足够的支持 创新驱动的最重要力量 实际上来自于 具有灵活性的小微企业 而这些企业 是最具创新活力的部分 可是由于企业在融资 税务 人才引进 和市场准入等方面的重重障碍 大多数创新型中小企业都举步维艰 结果是 产业转型的活力 被大企业的垄断 和无效的政府干涉所消解 市场竞争力无法有效提升 高科技 绿色能源 物联网 5G等创新领域 虽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进展 但广泛渗透进工业 农业和服务业中的创新 却远未实现 换句话说 中国创新还缺乏真正转化为 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机制 第三 人才流失情况更严重 中国的年轻一代和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工人 正因为过度压抑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外流 就业难 低收入 高房价 让已迁计的高校毕业生和专业人才逃离 这种人才外流和技术输出的孔洞 长期来看 会让中国的创新型经济更加难以实现 结论是什么 改革和创新 急需真正的制度性突破 尤其是在税收机制 人才引进 社会公平竞争 和企业创新 激励方面 中国还远远落后于成熟市场经济体 中国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深度干预 已经表现出了越来越明显的弊端 每次股市下滑 资本市场波动时 政府便迅速采取干预措施 要么通过央行注入流动性 要么出台各种稳定政策 然而 这种干预行之有年 市场对政府的信号 反而变得越来越麻木 甚至开始产生抗要性 股市的健康运行 是依赖真正的市场力量 而非人造的资金托盘 试图让政府主导的政策去稳住资本市场 正好反映了中国市场缺乏自我调节 自主管理的成熟体系 而股市本身表现出的无自主增长能力 背后揭示的恰恰是经济增长 缺乏真实动能 这类政策的长期结果是 资本市场的扭曲 一方面资金宽松 短期内资本市场表面看起来异常活跃 但另一方面 资本市场参与者越来越多 追逐短期利差 忽略企业的真实价值 这很典型的是一种清号泡沫效应信号 资金源源不断流入市场 而资本监管和政策调整失效 造成更多的资源流向 没有内生增长动力的企业和机构 最终泡沫不断膨胀 直至崩溃 一个健康的金融市场 应该是基于信贷健康 有价值投资 自由企业和市场竞争力的整体支持体系 而当市场的主要参与者 企业 投资者 市场监管者 都倾向于主动依赖央行流动性注入 和政策脱市时 金融市场将无力自我调节 最终不断制造 看似强大 却毫无内在价值的功课 聊到这里 屏幕前的大家是如何 看待互换便利和股票回购 增持再贷款 这两个股市稳定期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 分享 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 选择全部 我是Boss 下期节目再见